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吹诗员群体中的代表将汇聚到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现场 看一看现代化军营里的吹诗兵都有什么显为人知的特殊本领 具备哪些令人赞叹的超强素质 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谁是终极英雄 我是主持人李延军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驻守在东南沿海的南京军区联勤某分部 他们担负着区域内部队的综合保障任务 这其中就包括饮食保障 为了提高饮食保障质量 他们下大力气加强吹诗骨干队伍的建设 今天这支部队选拔出来的一批厨艺尖子 将在我们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现场 展开一场吹诗高手大比拼 经过了层层选拔 十名队员获得了参赛资格 掌声欢迎他们上场 现在就进行抽签分组 分成红队和蓝队 红蓝两队已经组成 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关的激烈比拼之后 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本期终极英雄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是红队 我们的口号是自由之力 不想开队 我们是蓝队 我们是精英 比赛共设有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体能比拼 第二环节是技能比拼 第三个环节是实战背景下的综合技能比拼 闯关成功并领先的团队为获胜房 观众朋友们 红蓝两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参加这次比赛的吹雪园 大部分都是入伍多年的老士官 平均年龄28岁 马上他们将要在这里 有人挑着菜 有人扛着面 有人提着水 有人背着装具 有人带着鸡蛋 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 接力体能比拼 好了 下面比赛 马上开始 红队陶马城 红队周野 红队廖民刚 红队马川兵 红队孔权归 蓝队张友军 蓝队周远 蓝队金利尔布 蓝队泰秀明 蓝队黄烬 体能比拼的比赛规则 是根据不同军兵种部队特点 要求参赛队员完成高强度 高难度 大负荷的体能比拼 红队两队共同闯关 闯关成功 方可进入下一关的比拼 本关比赛包括五个项目 一 梅花装挑菜 二 杯装具过泥潭 三 浮桥提水 四 涉水晕面粉 五 端鸡蛋冲刺 在符合考核标准的前提下 用时短者为优胜方 这里的驱使员在野外 执行任务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田 梗 齐笼 和合理的跳时装等等 这体能比拼的第一个科目呢 就是梅花装挑菜 要求红队两队的梅命队员 各挑六十斤重的菜框 全队在五分钟之内呢 依次通过三十米长的梅花装 那么在过装的过程中 无论是队员或者菜框 掉下梅花装 该面队员呢都必须从头开始 大家看 这梅花装的横断面的直径是十五厘米 那间距呢是一米 现场还设置了鼓队 对参赛队员实施干扰 那这个科目主要考验参赛队员的 身体的协调能力 平衡能力和负重能力 原本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这种跨装功 如今体现到了我们吹士兵的体能比赛场上 不同的是 他们要挑战沉重的菜框 跨越起来更加困难 红队队员按照四五三二一号的顺序 挑起菜框 跨上了梅花装 看来这个科目同队是有备而战呢 全队平衡跨步稳中球快 只用了不到二十四秒钟 就一股落气抵达了终点 蓝队可就没有那么顺当了 二号队员周元 刚跨出几步就掉下了梅花装 只好返回起点重头再来 四号潘秀敏 五号黄剑叶也接连落马 这可就大大影响了全队的进度 等到蓝队五名队员全部化妆到达终点时 比红队整整慢了十五秒 背装具过泥潭 要求红蓝两队参赛队员 背负联用野战给氧器材单元 在五分钟内通过一百米宽的泥潭 参赛队员所背负的这套联用野战给氧器材单元 总重量一百二十公斤 而他们要通过的这片泥潭最深处达到了六十厘米 首战告捷 让红队队员士气大增 现在他们五个人开始结合饮食器材单元的杯架 仅仅用了一分三十八秒 红队队员就各自背不起自己的杯架 挑进泥潭 奋力向对岸冲去 进阶着蓝队用两分三十二秒的时间组装好杯架 五名队员冲进泥潭 这一次蓝队采取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 五个人手拉着手 喊着耗子 一口气就追上了红队 似乎是要给参赛队员再增加点难度 比赛正在紧张进行 天下起了小雨 只见墨西深的泥潭里 参赛队员踏着泥江 争先恐后勇往直前 而在他们脸上早已分不清是泥水 雨水还是汗水 参加这样高程度的竞赛 与其说是体力的较量 诺布罗说是一致的比拼 红队的最后一名过泥潭的队员 曹茂成 这一次可真是遇上了大麻烦 他陷在泥潭中 拼命挣扎也拔不出腿来 眼看着自己的队友和蓝队都已经到达终点 曹茂成依然不放弃努力 继续向前爬着 同队其他人又返回来 连拉弹拽地把他拨出来 虽然在时间上 红队远远落后于蓝队 但是淘冒成这种越蹭越勇 顽强拼搏的身影 却成为这场吹噬专业比拼中 一个难以磨练的亮点 对于红队来讲 这个科目落后如此之多 赛场情绪显得格外严峻 浮桥提水要求 红队两堆的每一名队员首提两桶水 重量约15公斤 在2分30秒内依次通过30米长的浮桥 如果人或水桶掉下 该名队员必须从头开始 加油 还有点稳一点 慢点稳一点 稳住稳住 快 走啦 跟上 走 可以走啦 可以走啦 好 稳住 你出来 加油 走 转转慢点 转转慢点 转一点 红队两队的队员都是一次顺利走过这一道 由汽油桶搭设的简易浮桥 刚刚冲过福桥的红队两队队员 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 就来到涉水运面粉的比赛现场 涉水运面粉 要求红队两队的队员配合协作 在1分30秒内将两袋总重量50公斤的面粉 运过缓40米水深1米2到1米5的鱼塘 并确保面粉不被水打湿 几乎看不出谁先谁后 红队两队基本上同时到达彼岸 端鸡蛋冲刺 要求红队两队每一名队员各用菜盆端5斤生鸡蛋 在1分钟内快速冲过200米距离 冲刺过程中出现鸡蛋破碎 则必须返回起点 按破碎鸡蛋数量如数补足后继续比赛 随着比赛进程接近尾声 赛场的气氛更加紧张 红队两队都到了决定本关比赛胜负的关键时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谁标准更高,比顽强抑制,看谁突破极限,比整体过战,看谁协同到位,他们挑战了困难,更挑战了自己。 看了前面的体能比拼,我感觉我们吹噬员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太棒了,那么他们的仇意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关专业技能的比拼现场,在这里参赛队员们将展示他们在厨艺上的看家本领和拿手绝活,分别进行雕弓,刀弓,面点科目的比拼。 技能比拼的比赛规则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要求参赛队员进行多科目连续性的专业技能比拼,红莱两队共同闯关,闯关成功,方可进入下一关的比拼。 本关比赛包括三个项目,一,雕弓比拼,红莱两队各派一名队员参加,二,刀弓比拼,红莱两队各派一名队员参加,刀弓比拼项目包括, 一,气球上切肉,二,薄切土豆片,三,蒙眼切土豆丝,三,面点制作项目包括,一,包子,二,饺子,三,两种花式点心,在符合考核标准的前提下,用时短者为优胜方。 首先进行的是,雕弓的比拼,红莱两队各派一名队员上场,有请。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红队,二号队员,高颜。 我,我是蓝队,三号队员,尽力耳梦。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将在一个半小时之内,采用南瓜做原料,分别完成一件白鸟嘲讽的作品。 那比赛之前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底座。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开始。 红队出场的是二号队员高野, 他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入伍后,一直从事吹噬工作。 他立足本职,勤学苦练,练就了一首精湛高超的雕弓学技。 在吹噬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 二零一零年,高野参加了全军吹噬大比武,获得刀弓技法金牌, 被南京军区表彰为何祥美式爱军精武镖兵。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艺, 不大一会儿功夫,这个普通的南瓜通过高野的漏、刻、旋、削、切, 就展现出了基本造型。 你看得出来吗,这将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 高野的对手同样是个雕刻高手, 蓝队三号队员金宁尔木, 他也曾在各级吹噬比武竞赛中获得优异战绩。 作为一名入伍十二年的四级军事长, 他是这次十名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大的。 这次,金宁尔木把求知求尽求心, 精心精武精业, 当成自己的参赛口号, 决心与高野一笔高下。 本来的介绍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1分30秒就完成了这座白鸟朝送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5分钟后 蓝队的金尼尔木也雕刻完毕 金尼尔木在第二关的比拼中出师不利 多时让蓝队队友捏了一把汗呢 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是中国烹饪大师 国家级的评委马明东 他曾经在09年的全国烹饪大赛当中 获得总决赛的第一名 好 那么现在请您呢就两名队员的作品做下点评 好的 先看红队的 雾表情非常好 头部表情非常好 对 还有这个翅膀刻的也非常不错 翅膀 还有这个凤尾呢 凤尾也不错 那咱们再来看蓝队的作品 好的 这小鸟是刻的吸血如深 然后凤凰呢 刀法非常流畅 好的 谢谢你精彩的点评 好 那下面进行专业技能比拼的第二个科目 刀工 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气球上切肉的比拼 按照比赛规则 红队两队各出一名队员在气球上切肉 他们要在八分钟之内把半斤肉切成两到三毫米的薄片 那么如果中间气球切碎了 他们就要继续吹好气球 接着切 那大家一听气球上切肉 那就是很难很难的了 因为什么呢 你劲儿是大了 这个气球就破了 就是晓了呢 这个肉切不断 那怎么办呢 全凭真功夫 现在我就来练一下 没办法 我的手艺就这样 好了 现在有请两位队员上场 做介绍一下 我是红队四号队员马传兵 我是蓝队一号队员张有军 好 比赛马上开始 在中国传统烹饪文化中 刀工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序 它不仅具有很强的技术性 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性 在气球上切肉 红队马传兵 蓝队张有军 都是入伍十年的老士官 在他们平常的炊事工作中 类似这样的切肉 不知干了多少次 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比赛场上 马传兵和张有军把自己长期苦练的功力充分发挥 好 安妮 好的那个马教授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红队完成的情况 好的 要求两到三毫米厚 好了 怎么样 达到我们考课的要求 完全达到标准的要求是吧 达到了 好的咱来看蓝队的 这个也达到我们考课的要求 好了 现在红蓝两队完全符合标准的要求 紧接着进入下一个科目的比拼 紧接着要进行的是薄切土豆片 大家看我手中呢 这个土豆块 按照比赛规则 红蓝两队各出一名队员 在五分钟之内把它切成薄片 到底薄到什么程度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有请两名队员上场 好 好 做介绍一下 红队一号唐茂成 蓝队二号周园 好 比赛马上开始 代表红蓝两队出场参加薄切土豆片比拼的 是来自同一个部队的两名炊事班长 红队一号队员陶茂成 蓝队二号队员周园 都是上市军衔 曾在同一个部队厨师培训班结业 从事吹市工作的时间也大体相当 可能正是这么多相同之处 使得这两名三赛队员不仅切出的土豆片厚薄相似 所用的时间也相差无几啊 报告 完毕 报告 完毕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蓝队二号完成的情况 大家看 透过薄薄的土豆片 我们完全可以看清里面大的小小的字 题目是奏响先进文化的华彩乐章 再看更小的字 一个伟大的时代 一个伟大的国家 必然相伴相生璀璨的文化 行 我们再来看看红队的完成情况 也是非常的棒 看题目 无往不胜的信息化 下面是挺立时代朝头纵观我军全面建设 信息化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马上要进行的是蒙眼切土豆丝的比拼 按照比赛规则 红阑两队各出一名队员戴上眼罩 模拟在无光的条件下 八分钟之内把两斤土豆切成丝 厚度不能超过两毫米 观众朋友们 这可需要非常好的心理素质啊 为什么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切到手指 好 有请两名队员上场 做介绍一下 我是红队三号选手 廖敏刚 我是蓝队五号选手 黄建议 好 就位 在部队基层火石单位 吹噬员闲熟的刀工 对于提高菜肴的色香味形质 实现粗菜细作 大露菜精作 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虹眼切 虎豆丝 是这些吹噬尖子经常练习的刀工计划 无论是红队还是蓝队 想要在这个科目中赢得先机 争取领先的优势 实在是不容易啊 红队三号队员廖银刚 入屋以来就一直在这个平凡的吹噬岗位上工作 尽管做的都是大锅菜 但他甚至通过自己的精心制作 让战友们吃的满意同样是提高部队战斗力 这种热爱本质工作的自豪感 同样体现在蓝队五号队员黄建叶的身上 这个性格内向的战士平时不善言谈 可他始终记着厨师培训班时老师常说的一句话 要想饭菜做得好 自己首先要有热情 凭借着这一股热情 黄建叶在连队忘我的为战士做好每一顿饭 对于蓝队来说靠这一环节微弱领先 还不能改变总体时间上落后红队的局面 要想夺得这一股贵冠 他们还得加油啊 咱们来看一看蓝队完成的情况 好的 不错 刀工非常均匀 好 我事先准备好了一根针 看能不能穿过去 我随便拿一个 土豆丝穿针 哇 厉害 我们看红队的 好的 那我们也同样的用这根针来试一试 好 看能不能穿过去 也是随便拿一根 看着在这里面还不算最细的 也穿过去了 恭喜 比完了刀工 马上要进行的是专业技能比拼的第三个科目 面点的制作 观众朋友们 包子 饺子和花式点心是部队常见的食品 那么按照比赛规则呢 这个科目要求红蓝两队所有的队员要集体参加 包子 饺子和两种花式点心各做二十个 要求捏口要严实 大小要均匀 不能开裂 要求他们在二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任务 现在两队已经就位了 比赛马上开始 这座包子 饺子 馒头 和各种小面点 是连队吹试员最必备的手艺了 这些面食做起来虽然不复杂 可要做得又快又好 大小一致 个头均匀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近几年来 这个分布就围绕这些连队常用饭菜的制作技法 开展等级厨师培训 为保障区域内各军兵种的几十个单位 提供了数百名专业推式人才 现在驻驱所有集团联队基本上都配备了像这样技艺高超的吹试员 吹试员们精湛的厨艺体现到了战士们的一日三餐之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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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四川 五川 五川 三川 六川 好 现在两队都先后完成了他们的作品 我们先来看蓝队的 这个是秋色满园 做得非常精巧 非常不错 这个还命名为玉兔城祥 小玉兔素桃 这也不错 好 再来看饺子 二十个饺子 这个饺子呢 这个地方这个面有点太多 太多了以后我们煮出来以后 这个地方吃起来会口感非常硬 再来看二十个包子 包子呢 有个别的包子这个折 这个太粗 好的 咱们再去看红队的 它们叫大丰收 这个也可以 再看第二种花点 叫蜜石 这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非常不错 好 那么再来看二十个饺子 饺子 这个有点漏风 总的来说还不错 饺子还可以 那二十个小包子 二十个包子 这几个包子包得非常不错 这几个 那这几个相对就差一点 特别这几个包得非常好 看到了 这个折子非常明硬 这个折子不是很明硬 这个折子不是很明硬 这个包的工艺比这个好 你左手拿的工艺非常好 对对对对 右手拿的这个就粗糙了一些 对 相对粗糙了 那像这个呢 好像还有要露馅的感觉 捏得不紧 对对对对 但是总的来说这么短的时间的完成这个作品已经非常不错了 挺好 挺好的 挺好 比真实成绩 看谁标准更高 比顽强意志 看谁突破极限 比整体过战 看谁协同到位 他们挑战了困难 更挑战了自己 现在进入的是第三关 实战背景下的综合体验 红蓝两队寿陵的一项任务 在实战条件下 快速展开野战 推出挂车 一个半小时之内呢 加工制作150人份的热食 然后前送之一线阵地 我们看到 现在红蓝两队的全球挂车 正由牵引车牵引着 开往指定地点 即将展开 实战背景下的综合技能比拼比赛规则 要求参赛队完成特定任务为背景 进行协同配合 展开行动 完成任务 是对参赛队员综合技能的全面考核 本关比赛包括三个项目 一 吹噬车开进与展开 二 野外热食制作 三 占地五公里前送 在符合考核标准的前提下 用时短折为优胜方 凭借在第二关获得的优势 红队的吹噬挂车率先进入指定地点 现在正在展开的是这种新型吹噬挂车 是部队野战条件下进行热食保障的一种专用车辆 它既可以用柴油做燃料 也可以烧柴烧煤 利用车上的主布石一体化加工设备 可以加工制作米饭 西饭 面点 炒菜和炖菜 按照大纲的要求展开这种吹噬挂车 优秀的时间为五分钟 而我们同来两队 他们仅仅用了不到三分钟就完成了展开任务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做饭了 那么按照要求他们要制作四菜一汤一煮食 包括红烧肉 红烧鱼 炒白菜 西红柿炒蛋和紫菜蛋汤 以及主食笔饭 这样的食谱可不是凭空想象的 而是根据部队完成作战任务时的体力消耗 从满足官兵摄入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而制定的 虽然目前我军配备了各种野战干粮食品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还是更适应吃炒菜热食 因此提高部队的野外热食制作能力 仍然是我军推饰宝藏的重点 推饰员们紧张忙碌 分工有序地进行饭菜制作 往日寂静的山野丛林 回荡起一首锅玩瓢喷交响曲 长期以来我军的野战推饰宝藏一直沿用着那种挖造生火埋锅造饭的方法 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加快 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目前我军的野战饮食装备基本上实现了系列配套 像这个分布的伙食单位除了吹噬挂车之外 还有野战主食加工车 一小时可加工900人吃的米饭馒头烙饼 野战面包加工房仓 一小时可加工250人吃的面包 以及班牌连三级的野战集养器材单元和单兵野战炊具 有了这些饮食装备 炊士兵如虎添翼 他们伴随作战部队途步机动 在各种复杂地形上快速做饭 及时有效地满足部队不同状态下的饮食需求 我看到我们的现在兰队已经炒好两个菜了 速度非常的快 这是红烧肉 我来尝一下 太多了 入口即化 咸淡正合是非常的香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部队的这个饮食保障呢 已经不像从前了 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那么现在呢 讲究的是营养搭配 合理配餐 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的官兵吃得饱 吃得好 吃得香 保持茫盛的战斗力 那么现在呢 他们还在紧张的制作过程当中 我要到终点去等他们了 给你们看点 进入了一番紧张的烹调制作 香喷喷的四菜一汤已经基本上做好了 谁能在这个环节中获胜就要看大米饭什么时候结锅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气压力不够 红队蒸饭的火候显得欠缺了一点 蓝队的蒸锅都开始冒出热气 红队这边似乎还没什么动静 原本一路领先的红队 竟然由于这么一锅饭的延误 而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惋惜啊 在野外热食制作的比拼中 蓝队用时41分06秒 红队用时47分09秒 就是这来之不一的六分钟 让蓝队看到了最终获胜的希望 现在红队两队做好的饭菜 都装进了热食前送袋 经过五公里的跋涉 把热饭热菜送到作战一线 穿越各种障碍物 通过炮火封锁区 红队两队队员的身影 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 他们是炊事员 更是战斗员 指挥恩龙制按计划 重大全重第一军子制 任务完成 祝贺你们 上 这边也要帮我 来 这个也帮我 现在战友们 经过了三万的纪役 已经本期终极英雄 终于产生了 现在请南京军区助民 连勤某分部部长 蒋惠宁大校 宣如获胜费 现在我宣布 本期终极英雄的 获胜者是蓝队 队员是崔士元张有金上市 崔士元周元上市 崔士元金明耳目上市 崔士元潘秀明下市 崔士元王金叶宗市 宣布华兵 非常感谢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本期终极英雄 上场 请为本期终极英雄 带上荣誉之花 现在请终极英雄的 旗帜入场 请获胜者 在终极英雄的旗帜上 签上你们光荣的名字 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 在这面终极英雄的旗帜上 又增添了我们五位战友的名字 他展现了我们新一代军士兵 过硬的军士布置 和高超的徒役 在这里 我们又要感谢红队的队员 因为你们的参加 使我们的比赛更加的精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这面旗帜还将伴随着我们胜事组 走进全军和武器部队 记录一场场旗帜的比赢 和一个个光荣的名字 亲爱的战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谁是终极英雄》到此结束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